我最初看到整個Notus 說藍絲與狗不得內盡 我想起我們以前很多年前 我們看到眼火爆的一句說話 很侮辱性的說話 這句說話本身是很侮辱性 所以我想很觸動我們香港人 甚至中國人的神經 我們都收到很多街坊電話 他們數以百計的電話 打來說很後悔當初11月的決定 亦對當區議員的為人產生一些疑惑 大家看到其實在區裡的人 我們希望是一個比較融和的社區 我們不是希望大家要去互相憎恨 或者是去提升種族仇恨 甚至是顏色的仇恨 這件事我覺得是一個真是很火火的行為 有機會他未真正很認真地考慮過 這個整件事情的始末 我覺得其實他應該在這方面 作出一個比較嚴厲的呼籲 因為其實公職人員 無論是民選或者是委任的公職人員 其實他們都有一個需要 有一個職責所在 是服務我們的市民 服務市民就不會分 你是男還是女 你是基督教還是佛教 你是黃種人還是白種人 你是黃還是男 這件事是一些很低級的分野 所以我想平機會在這方面 其實他不夠強硬 在這方面我覺得 民主的光譜是很闊的 大家應該要吸納不同的聲音 其實作為一個代議士 在一個區也好 在一個大的地區立法會議員也好 你要吸納不同的聲音 你可以不支持他們 你可以不同意他們的說法 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你不能夠不尊重他們的聲音 這個是最民主的101 所以如果你連這件事都做不到的話 其實可以反映到代議士的素質 香港市民很聰明 很多都是讀飽書 又真的很聰明 他們都會知道 其實這些一句兩句 這些是一些所謂gesture 即是一些戲子出來